你是不是每天都在被電 那其實不是漏電 而是靜電在放電 我们今天就把它说清楚 当两个材料一贴一分 表面上会有一些电子搬家 我们甚至会接触带电 或摩擦起电 分开的时候 谁抢到电子 谁失去电子 就会各自带上等量的一号电 而塑胶 化线的表面 因为电阻超高 电荷又不容易漏掉 就会更容易累积 把人想像成是一颗电荣 大约100-200匹法 而电荣的公式 是电位差分至电量 例如一个人是200匹法 又累积了5000伏 那这个人身上储存的静电 就是1 2分之1cv平方 大约是2.5毫焦耳 能量不算大 但放电非常快 所以你就会像被尖锐的东西 刺了一下 而空气 大约只要每毫米3000伏 就会被击穿 所以如果你身上 有5000-10000伏的静电 而手指 离金属1-3毫米 就会开始霹哩啪的放电 出现小火花 也很正常 ESD 虽然能量小 但上升源超快 电压超高 会在晶片里面打出围猎或炸起穿孔 这种当下没有坏 最后提早挂点的潜在损伤 就是这样来的 我们可以靠着提高湿度 让电荷慢慢的漏掉 或是多穿棉质 少穿化线 也比较不容易起电 而在摸门的把手之前 我们先用指节或钥匙 放掉一点电 都会比直接用手指度放电 痛感来的小 而地毯 椅子 这些喷着抗净电喷雾 也会有效 在维修端 会使用接地手环加上桌垫 设计端 则会在IO旁边设计TVS2集体 来避免电压尖锋 机壳的接地 走得最转最初的路径 把电引到地 而不是晶片 你知道这些材料 哪些最容易带电 哪些最不容易吗? 欢迎在底下留言 我们下部影片见